徐若萱 抛夫三周 想念老公 天天說我愛你 2014年結婚的徐若萱 過沒多走就懷孕 卻因為胎胃不正 而必須長時間躺著 讓號稱鋼鐵V的她 吃了很多苦頭 幸好最後仍然順利生下小V寶 現在還跟小V寶一起運動 歡迎徐若萱 今年七月 徐若萱以一身紅衣造型 獻身羅智祥演唱會後 就開始為付出鋪路 我一直喜歡你無限 一直喜歡你無限 日前她返台參加和潤東的婚宴 曼妙的身材 完全看不出來是一個孩子的媽 這次徐若萱帶著小V寶回台三個禮拜 據說是和老公李雲峰結婚後 最長一次分隔 她日前被拍到和姐姐跟侄子 帶著小V寶在家裡附近散步 一路上卻都在講電話 不知道是不是跟老公在熱線 在即將推出的新書 我的到頭災人生 搶先曝光了一個和老公李雲峰 維持熱戀的保鮮術 就是和老公靠天天親嘴 日日說愛來維持熱度 讓記者看了好羨慕